据中国驻巴西大使馆 近日一名中国侨胞 在巴西圣灵州遭歹徒持枪抢劫 不幸被枪击身亡 驻巴西使领馆第一时间 联系巴西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和当地警方 要求尽快查明案件和缉拿凶手 请在巴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不断增强防范意识 切实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外出提高警惕 避免夜间独行 提高防盗抢意识 加雇住家和生产基因场所门窗安全 确保监控报警设施运行良好 如遇抢劫等突发事件 请保持冷静 切勿与歹徒争抢 避免发生人身伤亡 拖险后及时向警方报案 如需领保协助 请及时联系驻巴西使领馆